這個家規除了說 可能會很多的麻煩之外 可能還會影響到身體的健康 我遇到一個同學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女生小小愛 很可愛 只是只有一百四十公分 因為他小時候 他在中南部 然後他在一個大家族裡面 他做大圓桌 所以會有中間那個轉盤 對 那個菜會這樣子轉 然後他就要求說 家裡面的規矩是說 你只能吃你面前的這道菜 是 你不能跨過去 然後也不能跨過去 就等菜轉過來你才能家 然後那個女同學 他很喜歡吃雞腿 看來會跨腿等一下 然後就轉過來 就快到他輪到他的時候 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然後又轉回去了 他就一整晚就在那邊 找雞腿 對 他想要吃的菜 就是大人先轉嘛 你小孩子也不能在那邊轉 你轉他會被罵 所以他永遠就是那個白飯 不然就是湯 都是他不想吃的東西 對 然後就上甜點跟水果了 解釋 好慘喔 肚子就很餓 受不了 然後就看雞腿都在那邊 他就去夾 一夾 那個阿嬤的湯匙 就直接甩過來 這麼生氣喔 他直接甩過來 你這個沒大沒小 我教你們 一定就是要到你前面才能吃 突然間把他一個 很好的晚餐的氣氛就僵掉 真的 然後從此之後他就嚇到 他就對於說 不管阿嬤也好 或是媽媽講的東西 他就非常非常的遵守 那後來他媽媽是為了小孩好 他說如果我們爭辯當 那原本的這些這個營養價值 可能就會流失了 這是媽媽的觀念 對 所以他媽媽也很認真 每天早上起來煮便當 讓他帶到學校去 要求他不准針 可是到中午的時候 你那便當都菜煉本煉 那是怎麼吃嘛 所以說他吃那個胃口 也都不是很好 對 那他那時候他就立志 我一定要 沒錯 而且不做圓桌 沒錯 結果他真的 他就非常努力的念書 然後考到台北的一個第一志願 然後就進去了 但是 媽媽追殺到台北 他媽媽就是每個禮拜 都會到台北來看他 然後每個禮拜是準備 一個禮拜的這個 便當的量 放到冷凍庫 還扛一張圓桌啦 放到冷凍庫 但冷凍庫呢 媽媽的原則就是 菜不能蒸 你當天就先拿出來 先退冰 退完冰之後吃 那可以耗鍋裡 那不可能啊 好心耶 所以你不能怪他 因為他媽媽就是這樣 所以他才會個子長那麼小 對 所以說一個 嚴格的家規 可能會導致於這個 生理上面遇到了 成長上面遇到一些 挫折跟阻害 他就變成對吃完全沒興趣 沒有 那是他那同學比較乖 如果是我媽媽來這樣 規定我這樣子 我一定會偷偷就是叫 吳博藝幫我送東西 就媽媽睡著之後 我們就是可以偷吃 對 我就會 生命是會找到出路 對 真的 好 我覺得吃啊 生活習慣啊 還是一些教養的問題 其實都沒有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 這個問題來得嚴重 對 因為大家都說 如果對於金錢的看法 不一樣的話 那就完蛋了 比如說我們現在當了媽媽 當小孩喜歡的時候 如果你身上 就是你的能力是足夠的 我會願意花那小錢 去買給小孩 有時候小孩很愛喝 珍珠奶茶 我就會買給他喝 可是爸爸就會說 那等一下去把他接回家的時候 不准繞去買珍珠奶茶 給他喝喔 對 我就說 好 然後但是女兒一上 媽媽我們去買珍珠奶茶好不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 買小輩的就好 我們在車上我們馬上 給他喝完 然後再下去這樣子 我幫他喝乾淨 我說這是我們女生 跟那個小孩之間的 一種小確幸 我跟我女兒也有這個困擾 但是她一定不懂 因為她夜了小孩不能吃珍珠 對 對 因為媽媽沒有愛吃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也不太營養 不要常常吃比較好 而且還用那個礦泉水漱口 塑好然後才上樓 還不然要把垃圾消滅 真的 丟到那垃圾場去 然後一回到家 為什麼 然後又再喝一次 因為剛好那天是有活動 就是買一送一的 但是她沒有跟我講 所以我只好就是要 就是要順著女兒 開心就好 偷偷摸摸了 然後害得女兒又再多喝一杯 然後我自己又再喝一杯 然後那天晚上 就增加了一公斤這樣 她很喜歡搞那一種 貨比千百家的那一種概念 然後有一次就是家裡 貨比三家是應該的 千百家誇張 千百家 你就會看到 有時候你就會看到 我跟女兒很無奈的那一種 就坐上她的車 然後就這樣子一直尋 就每一個店家都去尋 從那種虛擦室跟那個康擦美 然後一直尋尋到大賣場去 買什麼 然後比成這樣 不是都差幾塊錢而已嗎 那個油錢應該都不止 對 是不止了 一個九十九 然後一個八十九 然後最後一個是七十九 我說你有玩沒玩 其實你就在那個驅債 沒有 每次那個 類似那種銀行匯率一樣 不一樣 有時候這邊有做活動 那邊有做活動 這邊沒有做活動 差很多 所以如果NO哥的金錢觀是這樣 你偷喝的那杯珍珠 打死都不能承認 當然到現在是 對 那我想出還沒做 回去就扶認到底就對了 郭初不要給他看 對 有時候就是過度節省 我覺得會省小錢花大錢 沒錯 對不對 好 那我講我另外一個 同事的一個故事 我這個同事跟剛剛邰老師 講的那個什麼 也就是他花的每一筆錢 他都會訂所謂的上限 比如說他也很喜歡喝珍奶 可是他的珍奶就是 不能超過五十塊 不能超過五十塊 所以有些牌子他就不能買 每次我們在叫下午茶 或叫飲料的時候 他常常就不參加 對啊 所以搞到最後 就是他的人員變得比較差 一點點 他這麼省事 還有訂定自己 什麼人生目標嗎 不然為什麼要把自己壓成這樣 他想要換房子 就是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 然後他買內褲也是 他說他的內褲的上限 就是一百塊 其實一百塊 一條 對 一件 OK 那就是比一下 如果說你是百貨公司的 專規的品牌 應該不可能 不太容易 可是如果是一些菜市場 那就比較容易 那所以有一次 這個同事他就聽到我 另外一個同事跟他說 一百塊其實不難買 他說因為有一個菜市場是 一百塊有五件 厲害吧 一件二十塊錢喔 他是二手的吧 那個新的 新的啦 什麼什麼那麼便宜 結果我這個同事聽到之後 他就覺得很開心啊 從來沒買過五條一百塊的 所以他就趕快就搭了 就是有一段路的公車 去買了 買了五條一百塊回來 那理論上像我的話 我買到新的內衣內褲 我們都會先洗一遍 洗一下 對 那可是我這個同事就覺得 因為他買很多條 還要先洗一遍喔 不要洗 他有算成這樣 都坐公車還在省水前 公車現在有一二八零四道堡啊 所以我在想他那也是四道堡的概念 好 總之呢 他那一次也沒洗 那後來他就發現說 他的就是 私密處 對 有一點癢 他就去藥房隨便買藥膏 他藥膏一條大概八十一百塊左右吧 反正他也跟老闆殺價 總之他說藥膏也很便宜 可是其實有些病是不能拖的 因為像素性就很清楚 他就發現藥膏好像也不是很有效 就從本來只是有點癢 後來又開始有一點點的臭 然後甚至又有一點點的痛 那搞到後來大概經過了十幾天 他真的受不了 他就去看了婦產科醫生 醫生就跟他說 你這個拖太久了啦 你就是某一種的細菌的感染 所以他當下就是有 又拿了藥 然後又回去吃藥 然後後來又反感覆覆 又回去看了兩三次 他就說燕燕姐 這很不划算耶 我發現這樣子 總共看病也花了八百塊 對啊 所以有時候我們這樣說 當初只為了省那一點水間 對 真的是頭痛 我有一個朋友是這樣 他是家裡面 因為裡面也很有錢 他家就是大地主 所以他都是收租 他家平常都沒有在工作 然後他老婆就是 整天就是喝笑午茶 那有一天呢 他們家的一個電視 被貓尿尿 尿壞了 但他老公有一個堅持的原則 他覺得說這個電視 只是這個潮濕而已 那潮濕的話就是受潮 受潮的話他有看那個 YouTube有怎麼教 他說那我們就把電視殼打開 然後旁邊放廚師機 然後廚師就是七天 然後不要過電 然後接下來呢 就把它乾燥之後 再組裝回去再打開 那應該是電視就好了 我們就不用修 結果在七天之後 他跟他老公兩個人 就是在那個房間裡面 把那個電接上 然後那個煮光回去之後 一打開 沒反應 那老公說好吧 那是壞掉啊 那壞掉就換新了吧 老公說不行 那我們這個都還在保固內 那我們就送回去原廠保護 就送回去原廠 他還要再檢修檢測 然後看有沒有什麼人為因素 所以他就過了七天 回來說不好意思 這個是人為因素 所以說這不在保固的範圍之內 然後老婆已經受不了 他說不管 我就是要去買一台電視 對 但是老公他還是堅持 他說我們可以問一下 那個外面民間的 那個一般的維修廠 所以又送去 又過了七天 報出來的價格 幾乎已經是可以買一台電視 所以他老婆他就是堅持 他說有一天他 就是趁著老公不在家 他就趕快去下單 買一台電視就送回來 送回來之後 老公想說好吧 那沒轍那舊電視 我們就應該就處理掉丟掉 老公就把那個電視 擺到其中一個房間裡面去 然後希望有一天 他還是可以回來 對 他其實根本就 就完全不缺這個錢 但是為了那個電視 舊那個電視 被他老婆一路一直唸 所以說他後來就講說 早知道如此 我一開始就買這電視 不用被老婆唸整整一個月 對 人生過來比較舒服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根本就把那個電視 給你們聽吧